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毛左可以说是这次反日游行的主力 不过他们可能不知道 毛泽东是欢迎日本把钓鱼岛占有的 从1949年之后 中国失去了这么多的土地 这次骚乱的曾庆红和周永康有三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挽回十八大上政法委被降级的局面 骚乱的请台词是 没有政法委来维稳中国会乱 第二是制造危机避免自己被清算 第三是直指汪洋的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 用骚乱来证明中国人需要被中共严格控制 否则就是打砸抢烧 9月16号《求时》杂志上登出了周永康的一篇文章 是关于社会管理的 他吹嘘自己维稳和和谐式的镇压的社会管理 那么汪洋也意识到了这种危机 在9月16号广州游行中打出了蓝底白字的 化碑氛围力量要正改的横幅 但是这种骚乱对中国来说是有害的 第一中国人的财产损失严重 网友估计大概的损失有29.5亿人民币 第二是日本品牌的车行关门 日资企业撤资造成中国人的失业 网友估计单单倾倒就可能有上万人的工作受到影响 三是造成中国外交上的被动 日本这次完全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向中国政府施压 要求中国政府来保护日本的侨民和日资企业 好 谢谢大家 今天的微视频就到这里 更多微视频在新唐人网站